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 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那由於呢在實況常常會有人來問我說 欸請問花之丸你覺得哪些角色強 哪些角色弱 或者是能不能給一個角色排行榜 讓大家去練角的時候 不要去投資錯誤的支援 那今天這一集呢就是要來介紹我們的 角色T0到T4的那個角色強度排行榜 那先說這些角色是我目前打下來 一直以來在心中的一個排行榜 那不一定正確 每個人可以有每個人喜歡看的角色強度的強度 那我先附上一下我的人權 而基本上我從S1就是一直單排至今 那大概95%都是單排 那爬上來每一系幾乎都是冠高 巔峰賽的話呢 之前比較少在打 那自從S4被嗆了說 沒有前兩百還敢出來講話 這種話之後 我就開始貓柴打電波了 那目前已經連續兩至一 前兩百名 那相信這一些的排位證據 應該是有資格講接下來的角色排行榜 那我先這邊有稍微為大家做一個小網站 那是一個T0到T4的網站 那角色我也排進去 那我們就廢號不多說來介紹我們今天的角色排行強弱吧 OK 那我們就切換到我們的網路這個頁面 首先我們先來排我們的T4雜魚角 我們先把雜魚角呢先把它排出來 那這些就是屬於雜魚角 把雜魚角給丟進去 要耗費一點時間 目前我排的角色呢都是屬於偏雜魚的角色 就是這角色出來 基本上你就是要輸 就是可能有贏的機會啦 可能有贏的機會啦 但是可能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是多少呢 大概可能就5%勝率3%勝率吧 那我們先把一些垃圾角給擺上去 那這些垃圾角擺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擺我們的T3 T3的話就是我們的不常用的角色 什麼叫做不常用的角色呢 這邊我先放上我們的老花形 老花形就是我們的不常用的角色 那還有什麼角色呢 山景獸我會把它排T3 為什麼呢 防禦能力低下 進攻能力這版完全被長谷川封殺 那而且還有工藝可以做一個counterpeak 所以山景沒有入用 那接下來我會繼續排的角色 應該還有我們老猴 老猴在這一版基本上已經不能玩 是因為太多東西他守不住 而且容易軟腳的情況下 就讓他的進攻過於單調 那這一版比較偏向於多樣式進攻 那老猴的話就會讓進攻太單調的話 正能綁死的情況下 老猴就會被我歸在T3的位置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內藤鐵野 內藤鐵野會被我排在T3 基本上我覺得內藤鐵野出來 跟書沒有兩樣 基本上是跟書沒有兩樣 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一版 內藤的主攻值下降就算了 他沒有辦法完全的封鎖的情況下 內藤本身給的干擾值很低 也就是說這個角色 只要蓋不到火鍋 他就是一個沒有用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呢 會讓整個隊伍的打點有問題 例如說 今天一個隊伍 你只有一個單得分 然後你又配一隻內藤 內藤的中頭在某一版被下修之後 變成第一球中頭空位 基本上不進 除非是接到一些特殊角色的 傳球 像是宮城阿 阿牧阿 橫針阿 老仙道這一類的 不然基本上第一球空位絕對不會進 那這種情況下就會吃到隊伍的球權 那一直二中一二中一空位進的情況下 即便你要打出一個空位就很難了 更何況他又是空位中頭的二中一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內藤就沒辦法當打點 那這種情況下內藤就會相當的弱勢 除非是雙塔陣配勝手 那才會有一點利用處 但這一版由於藍圈版本改動 很難去做一個藍版專制的動作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一版內藤就是一個沒有料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會排的還有我們的老仙 老仙基本上我也覺得在T3 那在特定陣容他可以到T2的位置 但基本上這角色一出來會讓進攻打點不足 因為這個版本 其實大家都會守老仙 就變成老仙的左右擋點 很容易被撞停 之外 他只要被干擾後 他的後仰投籃基本上很難進球 在某一版下修後 他的頂頭其實是有變弱的 就會變成老仙這版 陣容搭配上跟進攻能力都有很大的缺失 那我會覺得老仙這版沒有很強 但在巔峰賽老仙的發揮可能就會被我排在T2 那我們先暫時把他排在T3 那接下來我再多放一隻雜魚 剛剛沒注意到還有一隻雜魚 然後放到T4雜魚 而接下來他就開始對上一隻比較有爭議性的角色 這邊隆重介紹池上亮2 如果有人把池上亮2擺在T0、T1、T5擺在這三個位置 代表他對這個遊戲的理解相當的差 不可能池上這一版是在這三個位置 池上一定是在T3的位置 為什麼呢 這一版很多角色的崛起 不管是極猴 不管是隱仙 還是極流 這些角色目前T1的進攻角 通通都有攻框能力 那大家都知道池上的詬病 就是守攻框能力的角色特別特別爛就算了 現在的那個陣容組合會變成三打點 那三打點就會造成池上沒辦法去做一個一手二一手三的動作 以往池上可以守到一手二一手三是因為 踩到輕干擾值的命中率沒那麼高 那在這一版本 很多角色問世的時候 像是我們剛剛提的三大進攻角之外 命中率提高的情況下 即便你做了一個輕干擾 這遊戲的輕干擾 干擾值被下修後 變成池上踩到輕干擾是沒有作用的 除非踩到岩桿 那由於大家的潛能也會數著 隨著遊戲的時間壽命而上升 那再加上一週年 很多人拿到很多300的潛能 也就是說頂頭會變準 變成你只踩輕干擾的情況下 池上會完全沒有用處 即便你踩岩桿 都很可能會被惡中一 那這種情況下 你選池上就完全沒有幫助 防守沒有任何幫助 進攻更是不用講 池上的進攻就跟廢人沒有兩樣 為什麼這個現在的版本 我個人很不推池上就是因為 它會讓整體的遊戲內容很綁死 就是你沒辦法做一個三打點的動作 這個版本需要三打點或雙打點起跳 單打點是會讓整個遊戲崩盤的 那你玩池上的情況下 有太多可以選擇 別人可以選一個長谷 可以得分又可以防守 隨便選一隻防守能力都比池上好 更不要提進攻能力 所以這角色 對遊戲認知不好的人 就會把他排在前三個 但對於這個遊戲 有一定認知的人 絕對都會把池上排在T3 甚至是T4都有可能 不要懷疑他可能會排到T4 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 這禮拜應該會有超級聯賽 這禮拜日6月27號會有我們的 台港號超級聯賽第二屆 大家就可以知道這角色有沒有可能會出場 我跟你講不可能 出場的人也幾乎 要嘛就靠賽怎麼頭都不會進 不然我就要出場力微乎其微 根本就不可能會出現 那這個版本的池上 我就把它歸類在T3 超級超級爛 你可能會說有些人玩池上玩得多好 我跟你講你去看那些人的實況 或是看那些人的操作 或是你把某個人列出來 也沒關係 巔峰賽不可能有一個玩池上的人 超過1700分 不要說1700 1600都很難 1600都很難 那可能說什麼 排位多高的怎樣 那些都是多排來的 這些人一定是多排仔 躺分上去的 你只要單排敢玩池上 你一定會噴成白癡 這角色是完全沒辦法在這版生存的 所以請大家還要練池上的玩家 在這版就可以開始打住了 不用去練他了 那接下來我會排的角色 先來排T2好了 T2我覺得這一版的T2角 比較偏向於進攻 那我個人會喜歡擺我們的公益 公益我還是認為這版是個不錯的存在 因為他還是有一定的頂投能力 而且他極度不好防 他真的很難防 那難防之外他還可以去干擾到阿神 或者是三井的投籃 我就覺得這角色有點扯強 雖然在這一版藍圈版本改動後 雙版真的沒有到那麼強勢 我發現這垃圾角都擺上去 接下來我繼續擺我們的角色 魚住跟赤木輝被我擺在 應該算T2的角色 魚住跟赤木輝都擺在T2 這兩個是傳統版位 那傳統版位都會被我擺在T2 那高砂工藝 我基本上也都是把它擺在T2 那這兩隻是基本上的標配 我覺得這兩隻在目前版本還不錯強 還可以接受還可以接受 那接下來介紹我們的T1 T1的話 我個人 對於阿牧的感覺 我還是覺得阿牧在T1到T2的位置 一般人的阿牧可能在T2 但如果我覺得會玩的阿牧 我們也要以 每個角色開上限的情況來講 我會覺得開上限的阿牧會在T1 那再來阿神的話我會把它擺在T2 而原因是因為阿神 阿神其實還是一個問題就是 防守太爛了 他雖然得分能力在這一版進階後改的比較優秀一點 那這隻角色還是虐菜腳 那這是單排排行榜 我會覺得說阿神還會在T2是因為 其實這隻角色應該是要D3的 只是因為這隻角色現在得分能力過強 然後很多人不會守 很多人不會去守高速度的阿神位移 所以我會把他排在T2是因為 很多人不會去防守他 那這隻角色的詬病就是防守 他雖然進攻可以穩定得分 但當你今天遇到的是一隻公益的時候 你沒辦法得分了 那你也沒辦法去防守 你會造成你是一個隊伍的破口 別人可能玩藤之娜玩集遊可以直接找你做打點 那這種情況下你玩阿神就沒有太大的幫助 等於是你得分對方也會得分 那如果你今天不賽了怎麼辦 那你就等輸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在這一版是沒辦法生存的 那再來就是武藤陣 武藤陣這角色我不懂 我把他放T2 因為這角色技能太雜了 我完全沒時間練 福田的話比較特別 福田喔 如果他晃倒人 我會把他擺T0 不要懷疑我會把他擺T0 但是他如果沒有把人晃倒 我會把他擺T3 所以福田的話我會覺得說 這角色的進攻性是有 那當他晃不倒人的時候是真的很弱 但是他只要一能晃倒人的話 就會到T0 所以我暫時把福田擺在T2的位置 那由於福田進階後的副版能力也相當優秀 所以我覺得他最爛應該都有個T2 T3的話可能就整把晃不倒人的福田 我就會把他擺在T3 所以目前福田會被我擺在T2的位置 那T1的角色還有誰 我個人會擺我們的櫻木跟擠花 基本上這一版要嘛就搶櫻木 要嘛就搶擠花 這兩隻是目前中鋒的首選 就是搶男版角色的首選 那基本上首選方都會先拿櫻木 櫻木還是大於擠花 是因為櫻木比較好搭陣 那擠花的話可能會因為急流然後受限 導致於擠花不好拿 所以我會覺得說擠花跟平音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我個人是喜歡擠花啦 因為擠花比較好單Carry 但是平音的角色搭配比較多樣性 而且不會讓陣容被綁死 會讓隊友很好選角色 所以如果單排要練的話 我還是最推就是先練我們的平音 再練我們的擠花 那當然擠花比較便宜啦 應該說兩次都蠻便宜的 說實在話 接下來排還是我們的擠花 擠花 目前為止會被我擺在T1介於T2之間 因為它的進攻能力說目前為止還是很優秀 但是要是開上線的擠花 如果你不是開上線擠花大概就T2 但是現在會玩的擠花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也覺得擠花目前為止是個T1的進攻角 算是一個T1的進攻角 那T0的進攻角 我會擺角是要攻城兩天 我覺得攻城是這一版 完全T0的存在 很多人會去看陸服的排行榜 我認為大家不要去看陸服的排行榜 是因為一代版本一代神 如果大家有在玩這遊戲都會發現 這個遊戲每個禮拜都會做一個改版 那這個遊戲的改版都會有按改機制 什麼叫按改機制就是 它不會告訴你這角色改了 但是你自己玩的時候會有體感 就跟擠花有一版超強 怎麼補都補得連平音 然後突然在上個禮拜改版之後 擠花開始很難搶當版 大家都可以體感感受到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去看陸服的強度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的版本你不知道是哪一版 所以你去抄它的版本 是只會讓你的遊戲智商下降而已 所以要自己去體會這個版本的改動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種按改版本 我也覺得說先抓到這個遊戲 目前的Meta的人才是最強的人 那能先抓到角色強勢度的人 對於這個遊戲的理解 還是有一定認知的 那我覺得這個按改內容 是這個遊戲很好玩的一部分 那T0的角色 除了攻城還有極流 我認為極流還是這一版 非編集權的角色 原因是因為它有絕對的後手權 那全部陣容都可以做百搭 那是一個非常噁心的角色 而且會限制陣容 什麼叫限制陣容 就是當你只有擠花能選的時候 那平音又被敵人拿走 那會很麻煩 我跟你講只要有人跟你說 極流不用練啦 到上面也是被ban而已 只要跟你講過這種話的人 請你一律回他實際端 原因是因為這角色 就是因為強 你才需要練 更何況 這個遊戲有95%的人 都沒辦法 排到 爬到 需要ban角的排位 你懂的意思嗎 就是這角色太強 你不可能不去練他 等你可以爬到灌高的時候 欸 你也打到這遊戲的高峰了 那為什麼你不去練極流呢 所以我覺得那些叫別人不要玩極流的人 一腦殘 二腦殘 三腦殘 這角色是一定要練 不可能不練的 你有資源就是一定要去投資極流 極流是我覺得最需要投資的一隻角色 那如果你是覺得極流太貴的話 你可以投資工程 工程是我覺得這版真的很強的存在 是完全凌駕於這所有人之上的存在 甚至我覺得它是順位比極流還誇張重要 而如果你不信我的這個說法的話 大家可以去把那個方向看到我們禮拜日的超連 我在這邊大坦預測 誰把工程這個陣容體系玩得好的人 誰就會是冠軍 這角色這一版太強了 T10的角色我還會擺上一隻角色 就算我們小田 很多人覺得小田不強 但這一版小田 我跟大家講T10的存在 這一版甚至單版小田 可以搶得贏平音跟我們的激化 這是非常扯強的存在 這版的小田再加上我們6月24號版本 小田還要再buff 就變成小田這一版真的很鬼扯 不管是空間真的拉扯 不管是單版 都會讓小田的存在是太強勢的一個地方 它會變成一個比賽場用角 那也會是一個單排默默超級OP的角色 但是沒有人會去玩 那藤真的話會不要擺在我們的T1 藤真其實快不要擺到T2的位置 但是因為藤真的剋星就是工程 工程基本上是完抗我們的藤真 所以藤真會因為工程的情況下 有可能沒有擺到T2 但是由於現在台服還會玩工程很太少 所以我認為台服目前強制把他拿 藤真還是T1 原因是因為他可以有效的好好的拉扯空間 除此之外呢 他是一個很好的進攻打點 他可以一個去吸引兩個的包夾 那再來就是隱仙 隱仙會被我排在T1 那古川也會被我排在T1 古川依然是這一版很強的角 但是已經不到T0的神話存在是因為 而這一版的加速其實是有被Nurve過的 就變成他會有一個空檔 那其實會玩的流川這種的 會抓台銘的速投的流川鋒 古川是沒有辦法可以每一球都防下來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古川的大鎖能力就沒有那麼強勢 但是由於古川的中投空位實在是太準了 所以他可以做一個很穩定的 隊伍複打點的動作 所以我個人會把他古川排在我們T1 那以上就是我目前對於現代版本的角色介紹 而我認為隱仙這版是很無解的存在是因為 他可以有效的拉了兩個人的身位 反應夠好的提仙 他可以把兩個人的位置拉到一個很差的位置 那導致於有機會去做一個好的位置進攻 就是他很容易拉扯一個團隊的陣容的站位 所以我也覺得說 隱仙還是會被我排在T1的那個強度表 那以上就是我目前對現金台服版本的看法 那給大家一個懶人包 必練的角色就是前面這三隻 客家也就是練我們的工程 中小課的玩家就練我們的極流 那盤子呢就練我們的小田 那T1角最推薦大家練就是我們平鷹跟我們的極花 那猴子的話比較不推薦 因為我覺得他命月期快過了 6月24號還要被砍硬刀 所以我記得極猴高幾乎是在6月24號版本往下掉一階 那最正確的排行榜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那隱仙值的頭子但太貴 那客家人可以練我們的長谷川 那能爭也可以 那阿牧的話 聊天室的各位 我看你們就不要練阿牧了吧 如果是以你們的阿牧水平 應該會把阿牧擺T2吧 當然來說應該對你們的練角方向比較正確一點 那這就是我目前對於台服的看法 你們還沒有練角方向的觀眾可以去練這些角色 這是我目前覺得當代版本最強的角色圖 那這是我從T0啊 排到T4雜魚的一些相關數據網站 那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我們最後補充說明一下 為什麼工程跟小田會被我的順位擺這麼高 是因為小田在這一版非常的好拉空間陣 那對付傳統版位是相當強射損勢 像是我們的羽柱啊赤木啊或是高砂 這種跑中速度慢的角色很容易被小田拉出一個空間 那拉出空間的情況下 往往也就造成你沒有所謂的版位 那你沒有版位的情況下小田的秒版能力 加上他的高版能力是非常的強勢的 那這種情況下小田的順位就會來的特別高 那尤其是他又搭到工程中角色的話就會非常強勢 但工程從右邊落邊進攻的時候 那小田的地板球能力可以給予工程噪音 那又可以直接接後仰或者是一段二炮高頭 就會變成小田有一炮進攻方式 他可以一炮二炮然後加後仰投籃 總共敵人中方要拆到三段 不要說原本就跟不上小田了 再加上小田有三種進攻方式 敵人中方是非常難受的存在 不要說那一場會有籃板球搶輸的問題好了 那可能那一場連一個籃板球都掉不出來那種感覺 所以小田搶就搶在於他對空間真的拉扯 那拉扯到你們的空間後你們的傳統中方 站位自然就不會好 那站位不好的情況下就變成 難守又難攻籃板又難搶 所以我也覺得小田就是本來是完全T0 但存在是因為這樣 那工程根本不用講 工程counter我們的阿牧又counter我們的神針 基本上遇到這兩隻工程組是爆打的 尤其是遇到藤真是完全爆打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工程又很難拉空間 攻擊又強勢防守也強勢的情況下 因為由於靈動防守出來 加上如果你靈動投風 再加一個可能搖擺人 會讓工程的彈跳跳非常的強 什麼都可以蓋火鍋 那這種情況下工程就是完全T0的存在 可攻可守的角色 就是我對於目前版本的理解 那最好這個版本是能選出 三隻都是可以做打點角色 會是一個最棒的陣容 那縱觀這幾點下來我會覺得說 工程跟小田就是我認為T0的存在 那這邊特別補充給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